收治大量年長者的長照機構 近爆發染疫危機 位在台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私立長照中心愛愛院 傳出院內一位居住於六樓的住民 5月18號突然發燒送醫 採檢後確診 而且發病前兩天還在交易廳活動 就怕有群聚風險 我不曉得安政的會議 是跟訪疫有關的會議嗎 是 愛愛院秘書長緊急召開訪疫會議 根據了解愛愛院疫情期間 都有落實分藏分流 並且消毒禁止探視措施 不過愛愛院屬於養護型機構 一共收治238床住民 全都是60歲以上長者 這些年長者可能患有慢性病 一旦發生群聚 恐怕病況不樂觀 因為住的大部分都是年長的老年人 又有很多慢性病 所以一旦感染到新冠肺炎 常是很嚴重的 所以國外來講 長照機構如果染疫的話 死亡率的很高 美式衛生局證實 院內有一位住民發生 目前相關人員已採檢 匡列人數有待確認 另外爆料民眾還提到 因為院長者一旦有就醫需求 就會到鄰近的西元醫院 及人際醫院看病 如今爆出確診 是否對周邊醫院帶來防疫隱憂 實際疫調恐怕還有待指揮中心 進一步說明 記者陳學班牙向於台北採訪報導 實際 çek 第一種剛才結識 全新版國際藍新版國際藍新版國際藍新 streaming 車 bed 橋今 這些 殪